不照我们与坚持他 就我们脱离休门 因为过度全病和荣耀 全是你的指导永远 今天下午好来看二十二课 我们能掌握三级在与神对齐的意备 好 我们一起 还没开始之前 我们一起的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召集在一起 一起的来向你学习 求真理的圣灵 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引导我们的思想 进入你的真理里面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若不是圣灵光照我们 真的我们看不懂你的话 若不是你的圣灵给我们家庭力量 我们可能会感到很疲倦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心完全跟你来对齐 也求主你今天下午来恩待我们 除去我们身体上的一切的疲惫 给我们心力 灵力跟体力 一起完全的来学习你的真道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恭敬仰望交托 奉主耶稣宝贵名祈求 Amen 好 我对不起 我把我的水拿上来 好 在二十二课里面 我再请我的同工 就把我的那个时间 大概全配 因为通常我们把这个 他们会把我的这个 然后变成书 有时候是我的问题 有些地方讲得太多 有些地方讲得太少 所以我尽量 能够按照这个PPT 就是这一张的PPT 能够按时分量 所以我们会通常会讲 这个框架了以后 我们希望透过问题解答 是哪一些地方 我们不需要更专注的 因为每一次的机会 来的人都不同 所以就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能够也让我更加清楚 哪一方面 我必须要多讲 多加强的 所以今天我们下午来 看二十二课的时候 是我们要怎样在掌握 刚刚就是讲到预备 其实我们昨天讲 我们给商机下了定义 然后我们大概给了个框架 怎样来掌握 就是怎么知道 这个商机是从上帝那里来 今天下午呢 我们要来看 我们怎样来抓住这个商机 怎样换句话 我们怎样进入这个引爆点 昨天如果你还记得 在传道书第九章十一节说 快跑的未必能赢 立战的未必能得胜 智慧未必的粮食 明智的未必的制裁 灵巧的未必的喜业 重点是什么呢 在传道众人当时的机会 我们昨天把这个引爆点 我们花了一段时间 来讲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或是先知君王祭司 或是信万爱等等都好 我们如何把这三个很重要的元素 把他碰在一起的时候 那这个商机就引发了 可是今天我们要来从一个 更具体的来看 在这个预备过程 我们怎么预备好来迎接这个商机 圣经是怎么讲的 今天神就是给你很多的机会 可是你没有预备好这些机会 对你来讲 一点益处都没有 神就给你一个很大宗的生意要做 可是你没有预备好联工 你没有支援 那多大的机会对你来讲 是等于有等于没有 所以呢 今天下午这一堂 我们要讲的一个关键词 就是预备 我们怎么预备好 我们自己来迎接这个商机 我特别用两处的经文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三十五节到四十八节 这段的经文里面 这段的经文 基本上是讲到 警醒的仆人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怎样能够来警醒 这个警醒里面包括这个 我们的心跟这个人的预备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 这个预备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这个引爆点是怎么引发的 换句话 我们怎么借助预备好 跟上帝的天使来的时候 跟他对齐的时候 那我们就这个商机就变成我们的祝福 成为一个对我们有益处的这个商机 所以这是这一刻的重点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 那里有特别 有讲到这个 这个第三点我才讲 其实就是说 有两件事 一个叫做树 上腰带 第二就是点着灯 我先 其实有三个 其实圣经还有其他的经文 是跟这个是对齐的 这边讲其实经文的背景 我们现在知道经文的背景 是讲到基督在来的时候 其实跟我们抓住商机的 整个的教导是同意的 所以我就用这段的经文 讲基督来的时候 我们怎样预备好 来迎接他 有度过末世论的人 就知道在基督在来里面 有两大张力 所以在理论上呢 我们会发现 要来整合 这两件事情 是不容易的 第一 是讲到忍耐 那是君王心的 你要忍耐 主已经 主说来了来了 可是两千年过去了 还没来 所以有人 就以为主单言不来 所以彼得说 不是主单言的问题 上帝看一日 千年为日 只是对上帝来讲说 只是过了两天 现在来定住第三天 如果你看 旧业里面讲到说 第三天上帝要叫我们兴起 他要来 回来 所以 其实不是上帝 单言的问题 这个过程当中是 重点是要叫我们 操练成君王的人来 如果懂得一些 耶稣讲的 我们叫做Olivet Discourse 中文的翻译叫做 干缆山的讲论 在三处的福音书都有讲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讲到说 耶稣还没有来之前 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必须要发生 比如说福音 必须要传遍地上 地基督必须要显现 等等这些的事情 我就不讲这些 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知道 有些人就说 这些事情还要很久才应远 我可以肯定保证 耶稣不会 明天就来 不可能下一刻就来 因为很多东西还没有应远 这些事情 另外 看似乎是一个矛盾的 就是主在多处的经文 告诉我们说 主来的时候就好像 怎样 在你最没有想到的时刻 他来了 换句话 英文叫做 imminent return 换句话说 主随即就会回来 所以基本上在末世论里面 这个随时回来叫做谨慎 就是谨守的意思 就是你随时要预备好 那是祭司性的 这个是君王性的 基本上 很多人看不懂末世论 就是因为 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张力 所以你发现到末世论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解说 可是今天我当然不是讲末世论 我是要告诉弟兄姐妹 这样说 君王跟祭司之间的张力 君王所要求的你是忍耐 祭司所要求你的是 谨慎自说 换句话说 你预备好 你过去一天里面 你可能我常常提醒 提醒兄姐妹 你在看经文的 读经文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些的张力 而这些张力 如果你没办法处理的话 你很难明白圣经 真的无法明白 更如今天我所要讲的 我们怎么预备好来 迎接他给我们的商机 其实也是要正在 来怎样的来 整合这个 主随时会来 好像事情要发生了 才会来 究竟是哪一个对呢 基本上很多人 如果只是看 一个铜板的一面的话 他永远不能够明白真理 当然今天我不是在讲末世论 我是要把这个张力 告诉弟兄姐妹的时候 因为这个就是你的预备 所以 路加福音12章3章1节开始就说 你要束伤你心中的药 首先我们要先明白 什么叫做束伤你心中的药 这是原文的意思 束伤你的心中的药的时候 你必须要回到像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一夜节 上帝叫他指名怎样预备好 就是平常他们在吃晚餐的时候 他的鞋是放在门前的 葬也是靠着墙的 可是你看你读 在一夜节 上帝是怎么吩咐他的百姓的 他说 你手要拿着帐 鞋也要穿上 然后你的 他们的衣服是整片下来的 你的要把它束上这个药 就是你的这个衣服要束上起来 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你随时预备好 什么叫随时预备好 就是即时性的 精性 你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会来 你要 换句话 你的mind 你的思想上 是完全预备好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行动的 你需要 主可能很久没有回来 你不知道 可是你要预备好 你随时可以要待法的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换句话说 我先讲这个第一 不然等一下我们的同工 等一下写这个东西就回来 我用两个P 一个叫precision 一个就是你的pray pray呢 其实是你的 就是你的祷告 祷告是一种的对齐 祷告是 我讲过了 祷告不是改变上帝 祷告是一个全病的交付 换句话说 神的意识不需要改变 可是我们的祷告呢 是让我们这个人 跟上帝 完全来对齐 所以 灯 我们讲灯点着 这个灯点着的意思就是说 你 这里面的灵 不是一个沉睡的灵 你是 醒着 你是一个警醒 知道 你随时 主人回来 你就马上就能够 开门的一生 所以 诊断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是讲到 等待 警醒 可是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知道 所以你必须预备好 换句话 另外一个就是说 position 就是 你要 摆正 站立 摆正呢 就是position 就是你要 你回应你的护照 好 我现在把它落实 这样我们基督徒怎样来预备这个迎接这个机会呢 首先你要问你自己 你有没有回应神给你的护照 你现在的位置 对还是不对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 你的护照是什么 我上一次在上一课里面 我顺便提醒弟兄姐妹一下 我上次讲说我们回应分招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 我们用shed 五点还记得吗 属灵的恩赐 你的热忱 你的能力 还有你的这个性格 还有加上你的经历 我就不重复这 就是换句话 你要摆正 如果以前没有听过 你可以再次把这五点复习过 就是换句话 你只要摆正站立 什么叫做摆正站立呢 在我们的和贺本里面 在历代志上 二十章 二十七节 大家查看一下 历代志下好像 看是下还是上 二十章 二十七节 当时 叶撒法王 他四面楚歌的时候 有三主的军队 来围困他的时候 来攻击他的时候 他知道不可能胜过这些的军队 所以他就定义寻求 耶和华 上帝就借助先知跟他讲 这节的经文 二十章 二十七节 他说 犹大耶路撒冷 你们只要摆正 下 谢谢你 我应该是 我把二就对了 下就是二 历代志下 二十章 二十七节 我叫你犹大人 耶路撒冷 你们只要摆正 站立 其实摆正 站立就是 你必须要 回应你的呼召 摆正 站立 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的位置 他说 这一次 你不需要 正站的 你连刀扒起来都不需要了 你发现 讲到耶撒法王的时候 他还把他赞美敬拜 对方在最前面 他看到上帝怎样把他的仇敌 完全交在他的手里 他连刀都不需要拔出来 他还花了三天的时间 去那些敌军都倒闭在地上 他去失去他们的财物 用了三天的时间 换句话 上帝要为你挣战 你发现 进入引爆点里面 你要进入这个商机 是神为你挣战的 而不是你自己 靠着你自己的力量的 所以我们要进入这个商机 是要知道 这挣战是属于耶和华的 诗篇二十三篇 第五节 他说 他叫在你的敌人面前 摆设宴席 用油高了你的头 你记得我们这个课程 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换句话 你是被高利去做生意的 你要问你自己 你是你去经营这个企业 你是受高气做这个企业吗 还是你靠你的车 靠你的马 你靠你自己的力量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耶和华的领方人城市 换句话说 你要问你自己 如果你是被圣灵所高利 来做这个企业的话 那这个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 不是属于你的 所以他告诉耶路撒冷跟犹大说 他说这一次你不需要征战了 换句话说 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 你要看 你只要摆正战力 所以这个摆正战力 就是你的预备了 你这个人摆对位子吗 从一个世纪的观点来 你问你问自己 神呼召你做的事 你正在做吗 你这个企业的存在目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做这个企业 你要问很多 Why这个问题 为什么 所以你预备你自己 你摆正战力的时候 上帝要把你的仇敌 交在你的手里 你要看上帝怎样 为你征战 你当主为你征战的时候 在旧业说 耶和华跟你征战的时候 你一个人可以追一千人 两个人可是一万个人逃跑 你会发现 主来的时候 他不会就像耶稣一样 他不会有很多人 他用少数的人 一个可以顶一千 两个可以顶一万 这个你就会发现 征战乃是属于 耶和华不是属于我们的 在信业里面 《西伯来》书第四章 《西伯来》作者也鼓励我们说 基督我们说 我们要基督进入 那更美的安息里面 你要休息 知道他是上帝 诗篇四十六篇 诗节 换句话说 你只需要 摆证战力 然后你摆证战力的以后 这是摆证战力 是一个君王的预备 然后第二 祷告 就是你灯点座 警醒 随时主人回来 你知道你马上可以开门 所以你发现这个预备是一个新人的预备 君尊的 祭祀的预备 所以我把两个P Position and Pray Pray是祷告 是祭祀性的恢复 Position 是一个君王性的恢复 当你这个新人预备好的时候 当你这个新人预备好的时候 对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就会来 我现在要画这个三角形 可能大家会比较明白一点 好 刚才我讲说 你摆证战力 其实刚才我 我讲新人 是从你的 心预备好 祭祀性是祷告 Pray 然后你回应你的呼召 是先知性的 然后 来到这个引爆点 这个时间 是君王性的 这是祭祀性的 这是先知性 引爆点 突然是从 以上帝对齐 领受对的意向 呼召 然后就会 这边引爆 所代表的是资言 就是昨天我讲的 那个时间 我们在市场上 我们通常讲说 有一个这个 promotion place and price 就是英文的 就是有三个P 是一般上 这个市场 市场的推广 marketing 通常所用的 三P的政策 其实是跟整个的 基督的范本 是对齐的 首先那个promotion 就是产品的推广 我们讲推广 是最要紧是在 服役 连接 我昨天的那个在哪里 这个 对不起 在这 我们讲promotion 就是产品的推广 连接 其实我们已经 现在来到一个 资讯的时代 现在连接 已经 从 帝王到 人王 已经来到天王了 连接性是 最高的时候了 也就是 但以理所讲的 我们 来到一个 知识爆炸的时代 但以理书第十二章 事件 所以在这个promotion 我们在推广的时候 重点是在于连接 连接 所着重的是一个关系 所以呢 刚才我们讲了 那个心所预备好的 我刚才所讲的祷告 是一个祭司性的恢复 然后呢 你的产品的定位 其实就是你的护照 你要问你自己 在通常在商业上 就是 你的branding statement 你的 你的产品的定位 你的 branding 你们应该叫做 商牌吧 什么 就是 品牌 对 这个品牌 你的品牌的定位 换句话 你的商业和你的品牌 这个跟 这个是根据你的护照 你摆 刚才我讲很多摆证战利 其实就是这个 对不起 这个摆证战利 就是你这个人预备好了 然后呢 这个市场 价钱 不是你能定的 圣经 你发现多处经 我所领导住人 斯戴夫当时的机会 那个机会是突破的时间 那天我们所讲的 而主要从一个销售来说 你发现 supply and demand 我们这个叫做 supply and demand 界定你这个价钱 不是你界定的 而是市场 界定你的价钱 所以什么时候 引爆 你得到什么 这样的价钱 不是你可以界定的 你如果把价钱放高 你的销售量 可能就降低了 因为这个市场 定位这个价钱 price 其实就是 从我们讲说 金钱也好 财干也好 时间也好 这是属于今晚性的 所以从上面这三点来说 我们可以说 这个你要预备的是什么呢 连接 其实行动预备 跟你的品牌 跟商业的预备 主要从圣经的观点来说 就是说 你要祷告 你要摆正 这个事情 这个是你 这两个的预备好 上帝的时间来就成了 这是你怎样进入 引爆点 你怎样 所以换句话说 商机 是你怎样预备好 当上帝这个时间到的时候 能够引爆的这个时间 圣经还有一处的经文 很清楚讲这一方面的 如果你言经的话 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 十三节也同样讲到说 你要束上你的腰 你要束上你的腰 其实就是 你要摆正在你 你要预备好这个人 然后呢 他讲说 你要谨慎 谨慎呢 其实就是祷告 也就是灯点灯的意思 然后呢 他就说 专心的盼望 这个专心的盼望是从彼得前书 一章十三节拿来的 专心的盼望 这个对严经有一个帮助呢 就是你发现 在原文里面 在希伯来文里面 专心盼望是主要的命令 这些呢 都是叫途径 你要换句话说 如果是用我们今天 来翻译这个原文的话 他说你要借着警醒等候 借着随时待发 借着警醒 或是你借着束上腰 你借着警醒 然后你来专心盼望 好像在上一部里面 我们有把这一节经文 拆开 来讲得清楚 我希望你能记得上一部 我们所讲的 所以你发现 这个途径 其实就是你的预备 你是透过心预备好了 你是透过人预备好了 然后你事情就成了 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很 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 我每次讲的 你心对了 人就对了 事情就对了 其实我常常讲这个是从经文来的 只是讲我们在读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注意到原文里面所讲的 我们以为说 这三个都是地病排的 其实不是的 但是透过你的束上 你的腰 就是你预备好 然后也透过你紧守 然后你就可以专心的盼望 主耶稣的 所要显现的救恩 换句话 所显现的救恩 基督再来的时候 你就得佛了 这也是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 所要讲的 换句话说 当你这个人摆正站好的时候 你在这个基石心预备好的时候 这个先知心预备好的时候 你专心盼望 等主人什么时候回来 你能够马上开门 他说 这个人就有福了 这个人有福是当他什么 人预备好了 心也预备好了 机会来的时候 你就有福了 所以简单说 你开这个门 他这个主人回来 他说 他是二根或是三根回来 我们都不知道 在神学上 有人讲是可以跟着西伯来的 也可以跟着罗马的 罗马呢 是晚上是把它分为四根 就每三个小时一根 可是如果是西伯来的呢 是三根 他是这么算 六点晚上是新内天的开始 西伯来人是六点到晚上十点钟 是第一根 然后十点钟来到凌晨 两点是第二根 然后从两点到六点 最后四个小时 是第三根 那是从西伯来文化 这个习惯来分为晚上的 我认为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用罗马 因为他那时候在罗马时代 罗马人比较明白 话就是六点到九点是第一根 九点到十二点是第二根 然后三点到三点早晨是第三根 然后呢 第四根是到老早上六点 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三个小时 怎么分 我认为经文讲的是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经文在讲说 主人是去哪里呢 去参加一个婚宴 主人去婚宴 去了这个婚宴 这个婚宴是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不知道 他说特别这段经文说 他是在第二根 或是第三根回来 不知道 所以我相信他所指的是 这个罗马的算法 罗马的算法呢 就是他是晚上十二点 从九点到早晨三点回来 或是从九点到十二点回来 我们都不知道 九点可能那个宴席太早结束了 所以我相信是在夜深的 我重点要讲这个是为什么呢 重点的是让我们很深刻的知道 就是从九点到晚上到早上三点钟 这是一个凌晨的时刻 或是话说是半夜 三个人半夜 也就是人最 睡得最熟的时候 人都是进入梦书的时候 其实我们为什么主要来这么讲呢 换句话说 是最黑暗的时刻他回来 黑暗这盖大地 又按这个完美 可是他叫我们是要兴起发光 在最困难 忍不下去的时候 你要得到最大的伤机 是当每一个人都在睡的时候 可是你是警醒的 你灯点座 你树上药 所以为什么不是很多人都能够抓住神给他的机会呢 因为很多人会疲倦睡着了 所以呢 在我相信主要所强调的 就是在深夜里面的时候 人最疲倦的时候 我们很难预备好我们自己 在最恶劣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会走妥协的道路 今天我们基督徒 我们可能会说太困难了 我何必守住我们的清洁 守住这些公义 这世代太黑暗了 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同流和物 很多人就会放去 所以圣经讲说 所遭的人多 陷伤的人是少的 所以呢 这节经文讲到主再来的时候 他说或许是两二根 或是三根 重点是在讲说 你要在这个时刻要警醒 这个时刻你要保持轻人 若不是圣灵的工作 我相信你跟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的 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呢 我们心灵跟主的对齐 我们整个人预备好 是重要的 特别的是我们在讲说 我们要来做这个天国的企业 这天国的企业不是靠车 不是靠马 完全是靠着万君之业化的灵 放在城市 所以呢 好 我这边把这些几个重点放在这里 这样可能我们在讲的时候就不会漏掉了 所以能够掌握上级的祝福 我们知道这个祝福很大 这个祝福是怎么大呢 祂说祂说祖回来的时候 祂自己树上腰来服侍我们 跟刚才所门讲的 祂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白色烟戏 是一样的 祂回来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自己站立来打 是谁跟我们打仗呢 主跟我们打仗 你这个商业 你这个企业里面所来的这个机会 是主为你征战的 他会在你的敌人面前 为你摆设宴戏的 然后他亲自会树上药来服侍你 你可能会觉得 这跟主来的形象不大适合 可是我们的主 是一个五人君王的主 他把一个领袖服侍 一个领袖应该是服侍众人 最重要的观念告诉我们 我们在英文 比如说你是一个国家的总理 叫做Prime Minister 最高的 Minister是不然的意思 你是服侍人的 所以这些的观念 你要做头 你要服侍众人 同样的观念 所以在神的国里面 服侍人是最高的 你当中要做头的 你要做众人的 你要为首的 你要服侍人 这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 乃是服侍人 所以主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版样 他说 他说作息 他要为我们征战 他二根或是三根 重点是在这个生意里面 如果你没有这个君尊 即使的恢复 你是不可能 有这样的警醒跟忍耐的 你会半途而飞 所以等一下我会下面会讲说 我们怎么恢复这个新人 我们 我们 我们讲说 我们要来分析 商机的时候 这个分析 其实就是要来思想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 然后警醒 需要忠心有见识 好 我现在把这个 三个重点 把这个写下来 对一个仆人来说 最要紧他是忠心 这是哥林多前书 十章一节 先知新闻 最要紧是你忠心 然后对仆人 这个忠心你要落实的时候 你需要有见识 因为你是君王 你要良善 因为你是 你是祭司 这三方面的整合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见识 跟良善的 这个整合 是很重要的 你发觉在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对不起 讲到这个财干的比喻的时候 换句话 如果我们说 我们要回应我们的呼召 我们要摆正我们的位置的话 他在这个比喻里面 如果你读 在二十五章里面 当主人夸奖这个 他说你那良善 有忠心的 不仁有福了 圣经每个次序都是重要 比如说 主耶和华神 主耶和华 主基督 我是基督 耶稣 他的用识 持续 都是重要的 圣经讲到 你的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所以你要摆正下 你一定要着重的是什么 你要问你自己 你心对了吗 你心不对了 你很难对上帝是忠心的 上帝给你的呼召 恩赐来回应 给你摆正位置 你是不可能的 才干比喻里面 你还记得吗 有给一千的 两千的 五千的 上帝只要求你翻倍 一千的要赚一千 两千 两千的要赚两千 五千的要赚五千 在这个比喻里面 强调的 不是你要成为五千的 其实你不要太羡慕 那些太有恩赐的人 因为他 神给他五千的 神要要求他五千 要有恩赐的人 要累死他 所以不一定 所以我们不要把一千 有一千的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 五千的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神是公平的 他给谁多就像谁多要 多拓谁就像谁多气 所以换句话说 很多人我们一些 一些错误的人 走成功神学的 其实我跟你讲 成功神学 是绝对不符合圣经的 这个成功神学里面 就是哇 我越大越好 不是的 在乎于你是中心 神给你一千 你有没有做到一千 国度企业不是在乎于你多大 是在乎于你多像耶稣 所以不是在乎于 我要做得比谁都大 不是 上帝会给你大 如果因为你做好 上帝会自然会给你倍增 可是呢 上帝要给你多少 按照所赐给个人的信心大小 我们要看得和服中道 老马书十二章三节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免得骄傲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 免得我们慈悲 所以才干比喻里面 重点是什么 你的心要对 你的动气要对 你只要神给你一千 你翻倍就好了 两千你翻倍就好了 所以呢 可是你发现 当那个十定因子的比喻里面的时候 跟这个很多人以为是一样的 其实是不一样 十定因子每一个人都分一样 一定一定一定 每一个人都一样 无论你是谁 不是说这个人就给多几定因子 没有 每个都是一个因子 然后呢 你发现他的三次是 你每个人都是给一样 可是你是要越多越好 因为那个是所讲的是君王 所以圣经在用不同的 比喻的时候 他在教导一些很重要的 你要注意这个时序 他说 所以他对那两个赚了两个 两个才干的 他说这样的两个 他说 你那良善有忠心的 五个的也是一样 也是说 你那个良善有忠心的 夫人 这是神给那个的奖善 可是你会发现 在 在这个这里 路加福音 我们这次看的这个比喻里面 警醒的 祷告 警醒的 夫人 里面 重点是在管什么 管我们时间的经验 你 时间就是 time 这是君王性的 所以当他谈到这个的时候 他是说你有那忠心 有见识的 换句话说 我们对时间 我们必须要有见识 所以对君王 见识是一个 很重要的要求 所以从良善来到忠心 忠心来到这个见识 这是一个引爆点里面的 很重要的持续 所以你发现 他说 要忠心 然后有见识 这是他的持续 然后呢 他说忍耐 需要 按时 分量 能掌握三级的奖赏 管理更大的产业 我们将来的奖赏是什么呢 很多人以为 一些臭的教导 就是以为说 将来我们在天上 我们大家都没事做 在云中里面 飘来飘去 吹走地 这是好像教会给我们的观念 是错误的 圣经里面找不到 任何一节经文 是这样 新天新地 他说什么 新耶路撒冷 从天 降 是神的国 来到地上 上帝要更新 整个地球 神的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 从天 而降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天堂 是 好像是在一个外星球里面 我们很会想象 在云端里面 飘来飘去 没有 可是大地要更新 使徒行传三章二续解说 他说天必留他 他就是说基督 基督必须在天上 只等到万物更新的时候 话叫地球被更新 基督才会来 可是我们很多的观念是什么呢 哎呀 我们惨得不得了啦 地球被炸到 几百个孔 炸得像 不是 上帝要更新 你发现 全地要更新 这个观念蛮重要 这个观念告诉你 跟我现在做的职场 我们把这个天国的文化 带到地上 是有这样子的 不然的话 我们会走一种 逃避性的神学 什么逃避性神学系 我一得救了 我就等着万天 要等着上天堂 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是错的 不然主就不会叫我们祷告 说 愿你的国降临 主就说 你祷告一个愿你的国上去 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 我们很多宗教 是跟圣经里面 是反过来的 圣经没有这么讲 可是魔鬼很厉害 他以为你可以靠宗教得救 宗教救不了你 你跟主的关系 才能够救了你 很多时候我们把 圣经宗教化 你一下宗教 你成为一个法利塞人 你发现 耶稣来的时候 他责备最厉害的 不是那一些 那些税吏 基尼这些 没有 他还跟他们一起吃饭 为了得着他们 可是看到那些宗教领袖 法利塞人 他说你是 外面是粉刷的坟墓 里面在碎的一个石 洗杯子洗外面 可是却不洗里面 里外不一致的人 上帝最真悟的 就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 我们真的是要脱离虚假 进入真实 我们不要披上 这个宗教的碗 所以神的国来到地上 是我们要求 天国的文化来到地上 你发现整本圣经 你好好的读 从头读到完 我们这些错误的宗教观念 都必须要拿掉 上帝的旨意识 这个文化使命 是要透过自理地球 好好地把一切的荣耀 归给他 这是圣经所教导的 是因为人没好好治理了 所以才需要救赎 才需要有福音使命 可是福音使命 照样地是来完成 这个文化的使命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这个文化的使命 所以我们是会怎样 将来是呢 所以才有 有些人是管五个城 有些人转十个城 那实定因此的病 换句话说 你忠心 你去派你管理更多 所以将来我们的赏赐 我们不是在地上 每天没事做 所以难怪有时候 我们朝福音给一些人 他们不要信什么 他说 上了天堂 什么事情都不做 他就闷了闷死了 现在都觉得 这个世界太闷了 所以记得 我们进入神的荣耀里面 这是有无止境的旁 神的国的荣耀 是无止境的 所以 神给我们这个里面 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个主动的公平观 动性的公平观 换句话说 他给谁多 就像谁多药 多拓谁 就像谁多情 所以你很重要 你一定要摆着你屋子 你要知道你是谁 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 你每一天会跟人家比 你跟另外一个人比是不对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命定 不照都不一样的 你应该跟你自己比 所以圣经里面 叫我们追求作业 不是跟别人比 而是跟自己比 你跟你自己的命定比 才是追求作业 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恩典越大 责任越大 能责多劳 上帝给你多 就像你多取 谁多拓谁 就像谁多药 然后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专心的来 说专注的 我们就迈向 我发现可能我们时间 剩下三十分钟 本来我这边 我大概讲一下 可能也好 神在我们的时候 在我们脑下垂发了一个叫做RAS Rectical Activating System 这个是一个网状激活的石头 你发现你所专注的 你就会迈向 简单来说 比如说你今天想买一部车 这部车里面是可能红色 是某种的型号 你之前也没有发现这种车在力度上 可是当你做决定要买这种车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路上有很多这种车 因为你开始专注的 你就买下 这是神造人的奇妙 就是放在你的脑下垂下面 一个网状激活系统 而这个网状激活系统呢 是不是你的上意识可以控制的 所以我们人不能说 我不要想的东西 不要想不要想 不可能的 因为你里面信的是什么 他突然 他就会自然每一天在 浮现在你的脑子里面 这是你控制不了的东西 我们不要看眼睛闭起来 不要听耳朵塞起来 可是你不要想的东西 你不能不想 所以为什么一些人会跌进沮丧里面呢 因为他不想 也是会很多负面的东西会来 纯粹照我们这个激活系统呢 什么东西控制这个RAS呢 是你的信仰 你的信仰系统 你的信仰系统 界定什么东西放进来 所以我在讲下面的时候 必须要以这个为基础 你懂了以后 那你会发现 为什么当保罗写信给菲利比 他还没有讲到 未尽之的话要讲的时候 他说有八件事情 完全都是正面的 在第六节到第七节 他说你应当一无挂虑 你凡事要借助感谢和祈求 将你心中所要的告诉上帝 神必是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完全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在做企业里面 你可以说你不要挂虑吗 我想调查一下 可以不要挂虑的 请你举手 挂虑就是挂 忧虑 忧虑你的企业的 一点都不需要 忧虑你的企业的 举手 有没有 你会常常忧虑你的企业的 举手 还是大多数人都是会担心的 所以保罗在这边 给我们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说什么 他说你应当一无挂虑 不容易 他给我们的方案是什么 你说你借助感谢 你谢谢他 你谢谢神的应许 永不落空了 神一定看顾你 所以你借助祷告 神会赐你意外的平安 意外的平安就不是在你的 换句话 我们讲RAS 就是你想不到的东西 上帝会把那意外的平安 赐给你 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完全在耶稣基督里 这个筹列蛮重要的 因为你这个筹列 你就会不断地把 你的眼光放在神上面 而不是放在你的问题挑战上面 很多人祷告 他遇到很大的困难 他跪下来祷告 祷告了半天站起来 心还是一样沉重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发现他的祷告 他在祷告的时候 主啊 这个病太辛苦了 老师描述那个病 多么不好 多么不好 其实他在祷告的时候 他都是在讲负面的东西 所以呢 我刚才讲这个RAS 就是你所专注的 你就 卖下 所以有些人祷告 不祷告也好 可是也祷告 心也沉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祷告里面 只看到他的问题 他没有看到他问题 后面那位伟大的上帝 所以呢 你要记得 你所专注的 你就卖下 如果你的祷告里面 没有看到后面 那位伟大的上帝 你的祷告是浪费的 没用的 你的祷告是要把你的眼睛 完全把它焦点 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在企业里面 会遇到很多问题 你一定要操练 在祷告当中 不要老是提你的问题 提上帝的伟大 你发现你祷告的果效 肯定不一样的 你站起来 你发现 哎 轻松多了 不然的话 你在祷告的时候 主啊呀 老是常 像那上帝买烟 上帝啊 为什么你给我这样 你会越留在 那个季节里面 因为你所专注的 你就卖下 What you focus on You move towards to 这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 他把这个RAS 放在你的脑下垂下面 所以保罗给我们的方案是什么呢 他给我们的方案是 应当一无寡历 借助告写 你把这个问题 带到上帝的面前 你那问题会越来越看不见的 你看到后面那伟大的上帝 那你就突破了 所以他说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 接下来的 你发现 这八件事 其实如果希望你听我解析的这个 你这个八个属灵的品德 你就能够背起来 很多时候的人不能背圣经 是因为你在经文当中 没有看见基督 其实保罗在叫我们 在讲着说 凡事凡事凡事的时候 他其实叫你想起 你在基督里面的身份 话就话 认识你自己是谁 我刚才讲说 我们怎么去抓住这个上帝 其实最要紧是预备我们这个人 你要明白你自己是谁 可是我们透过明白基督这个完人 才可能认识我们这个人 所以这个身份是什么呢 我常常重复了这个翻本 真理仁义和圣洁 真理的先知 仁义的君王 和圣洁的基石 你发现 这八件事情 都是在不断的来奠定 来肯定你在基督里面的身份 我今天晚上 我才把这个分析跟评估 记得叫我来把它讲清楚 这两个都不一样 我们现在来分析 换句话你也把它拆开 分析跟评估 评估不一样 评估你不需要拆开的 你也拆开 你会迈向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等我们讲说 我们分析我们的商机 分析我们里面的强点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 我们不需要 不是评估 而是去分析把它拆开 拆开 你要认识到 你在基督里面的先知的身份 他的这个功能 君王的功能 还有祭司的功能 所以他一开始 他就讲说 凡事真实的 凡事可敬的 这第一队 这第一队是 你发现每一队呢 第一个都是讲内在 然后第二呢 他所对立的 都是外在的战权 这个原则很重要 这是圣经很重要的原则 耶稣讲说 你心里所充满的 你口里所出来 人心中怎样失谅 他就是怎样的人 真言书23章7节 换句话 你里面是怎样的 你就是怎样的人 可是世界的方法 就是我们 透过外面的装潢 来奠定自己的身份 是错的 我们要活出 我们里面的真我 这个真我是在基督里面 所新造的人 所以呢 你从里面的 凡事真实的 告诉你旁边的人 你里面这个心人是真的 这里面这个人是真的话 你就不会虚假了 凡事真实的 whatever is true 我跟你讲 商人最宝贵的 就是这句话 商业的诚信 先知性恢复 你的诚信 就是你一切的本钱 你说话算话 你里面有真理性的 恢复 你是有个真理 离外一致的 所以凡事真实的 外面人家就会尊敬你 所以是凡事可敬的 当你是把里面这个真我 活出来的时候 人家自然会尊重这个人 我们会看低一些人 为什么呢 你发现他是太虚假了 讲一套做一套 对不对 所以耶稣讲说 神要脱离虚假 进入真实 这是先知性的恢复 凡事是真实的 凡事可敬的 这第一对是一个 先知性的 这个新人的一个恢复 我讲你穿上这个新人 你这个整个人 你的思想是跟真理对齐的 你内在 上帝已经恢复了 你能够思考真理的人 你发现上帝还没有毁灭这个世界之前 在还没有洪水 还没有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人 终日所想的 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办法跟他的真理对齐了 可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 他恢复的是我们的 我们可以思想真理 我们爱真理 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们 你们能够这样密集的培训 因为你们里面有一个爱真理的心 对不对 你里面那种追求真理的心 就证明你是一个新人 如果你听到神的话就马上要睡觉的 那你要主啊 活过来 活过来 每次下午讲道就能够看见死人活人在我们当中 如果我们听见神的道 心中没有活人的话 我们要小心是不是得救的人 你发现 以马五十的两个门徒 耶稣被钉死的 他们这样 居然 脸很低沉 耶稣一路陪他们走 跟他们解释 旧业里面所指的都是他 他拜兵了 然后他们眼睛一亮 耶稣不在了 圣经讲什么 当耶稣把神的话一解开的时候 他说他心中是何等的活人 所以弟兄姐妹 你没有真理的杂根 你不可能有尾神 真理的杂根太重要了 不要留意表面 我们要深根建造 我们的所信的是有根 有基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真理的恢复 凡是真实的 人一定会 在企业里面 人一定会尊重你的 你拿起电话来 甚至业没 东西人家可以送过来 为什么 因为人家说 你信的过 你讲的话 算话 我们的诚信度 真理性的恢复 非常重要 所以在我们培训里面 我很注重时间 一个不守时的人 很难是一个诚信的人 人家给你十分钟 你就十分钟 最好九分钟之前结束 因为小事不忠心 大事就不可能忠心 你小事上不做不好 上帝怎么会把真的财宝 吃给你呢 你把别人的财产都管理不好 上帝怎么会把你自己的 将来的天上的结交给你呢 所以呢 我们说凡是真实的 这凡是可经的 接下来是祭司性的恢复 祭司性的深度 所以他讲说凡是公义的 我们如果有公义在心里 就是能够见上帝的人 清新的人有福了 他必看见上帝 所以有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 有谁能够站在他的身处 就是收接心情的人 我们心中有公义 就是有神的国在我们里面 我们知道有这个 敬畏耶和华的知识在我们里面 有公义的内在 我们就有外在清洁的生活 所以清洁是我们生活上 展现出来的 即时性的恢复 你的企业的干净 不只是包装的干净 而是从你里面公义 发出来的情节 是从里到外 不是外到里 今天有很多 不同的信仰的企业 他做得很干净的企业 可是是包装的企业 法利塞人的外面洗外面 可是里面不洗的 可是我们这个信仰 里面是公义的 外面就会展现出清洁的 然后你发现 他说凡是可爱的 这个又有什么美名 可爱为什么我们把它 讲它是一个 君王性的功能的 恢复呢 是一种君王的宽度呢 你要知道 神的国度 是一种扩张性的 才有这个宽度 就是爱永远老是 不断的扩张的 所以当一个君王 他里面有神的 这个可爱的灵的时候 他会想到怎么爱灵神 他会看到这个社会的需要 他会知道他企业存在的目的 是解戒人的问题 所以他说凡是可爱的 所以结果他有这个宽度的时候 他就享受在企业里面一个美好的信仪 所以他就有美名 美名就是你的品牌被承认 被人家肯定 美名胜过大财 这个就是君王的宽度 所以你发现 前六三队 其实一个新人的回复 从内到外 然后最后的 他就说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他其实在总结上面的 我们的君尊和祭司的身份 德行是我们最重要追求的作业 所以刚才讲 我们说我们作业的企业 不是说你要做到最大 不是 你要向耶稣 这个德行 有基督圣洁的品格 你有深度 然后若有什么称赞 你无论做什么 你都是为荣耀上帝 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 在世上只有两个目的 你是君王 所以你凡事荣耀上帝 你是祭司 你是以神为了 这就是我们两个目的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 新造的人 保罗 在像法利比人的 最后和所还有未经的话 所讲的这八件 其实我相信 如果你能够知道 你在恢复这个身份 认定你这个身份的话 那你肯定可以知道 这八个品德 你一定可以背得住 其实如果你能够在 自行当中看见基督的话 其实整本圣经 你是可以把它印在 你的身份心板上的 而你发觉整本圣经 其实所讲的就是基督 这经是为他做见证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说以基督为中心的 企业文化 我们要基督的心为心 以他的道路为我们的道路 我们整个的经营的 的概念 就是以基督的概念 而这个概念 就是受高者的概念 这受高者的概念 重点 你得进入这个商机 是神为你争战 不是你自己在那里争战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五分钟我就不讲另外一课题 本来我是想要讲这个评估 跟这个分析是不一样 好分析这一次 分析简单来说 你要拆开 评估是一种审判 这是一种 等一下我们在下一课 我们就会动到这一些 我们把这个评估跟 所以这一课里面 我们再温习一下 用五分钟温习一下 重要的两个词就是预备 你怎么预备好你自己 你先预备好你的心 你的心对了 人就对了 这个人要预备 人的预备是回应呼召 你要知道你的定位在哪里 心的预备 你要明白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企业 你的心的动机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企业 然后 这个人的预备呢 你要明白 你要做什么 你的呼召是什么 你回应这个呼召 然后神的突破的时间 一定会来到 他来到的时候 那你就有福了 就跟这个比喻里面 刚才我们没有时间讲的 就是他比喻那个 这其实在福利关系 来的时候为了得福呢 因为是他迎接那个主人回来 可是第二个的耶稣所讲的是 那个家族不知道贼什么时候来挖 来偷他的东西 所以第二个不信的 耶稣的来是一个咒诅 信的人耶稣回来呢 是一个祝福 所以今天 我们要抓住神的伤机 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我们这个人的预备 太重要了 就要问自己 你的心对吗 我的心对了 我一定领受正确的意向 我一定能够摆正位置 这样突破的时间来到的时候 你就进入这个引爆点 这个引爆点就是 当你过了那个门卡 跨过这个门卡的时候 就有一种叫骨牌效应 一两破千金 其实不止可能一两破千金 如果你看到科学他们用那个骨牌效应 其实 如果你每个骨牌只增加长框高度 只是增加一点五倍 来到第十三个骨牌 就是他一百磅 来到二十九个骨牌 连整个一百三十存的大厦 都能够倒塌 所以他所释放出来的力量 是一种爆炸性的力量 是千万亿的那种倍的力量 所以上帝要用的 其实少数的人 可是做很大的事情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抓住商机这么重要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下午这段时间 虽然我们身体可能有些的疲惫 可是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束上腰 心里的腰束起来 我们的灯点床 我们恢复君王的和祭司的这个身份 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的时候 主啊 你就给我们不断地在我们的季节当中 突破和更新 使到你蒙福的恩乐 蒙乐临到我们的身上 使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企业 也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 保贵名祈求 Amen 我要一生一世寻求 在祝天中这样荣美 因为国度全民和荣耀 全是你的指头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